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说的是2016年 然后这一届北方队是赵国荣 王天一 洪志和我 我们四个人 正如南方队是赵欣欣 赵欣欣 谢靖 郑为彤 四个人 洪志这届应该说北方队下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棋手了 是 我们来看棋局 中炮 洪志应该说也是散手战的高手 他通常也是喜欢仙人指路 飞香 也是非常灵活的一个棋手 这么多年了 真正沙场 这一盘棋选择的中炮呢 应该说他也是经过精心的准备 赵欣 马八进七 但是我觉得吧 我看你们这个南北对三场赛的棋谱 我觉得棋手们下这个比赛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 没有说跟那向甲联赛是那么的紧张 然后棋局下得那么的封闭 这棋手我看了整个的棋谱应该相对于还是比较轻松 然后棋谱下得挺开放的 因为这个比赛是我们这些队友都是临时组建 平时我们主要还是代表自己的队伍参加联赛 没那么大压力 是吧 就一边下一边玩就把这比赛下了 是吧 所以这南北对抗赛应该说也有了很多年的传统 好像我觉得应该五几年的时候就是应该有 满陆陆续续的隔几年就有一届 隔几年就有一届 是的 从五几年那会儿的杨光林 然后陈松顺老师 对 是吧 我们的老前辈 包括我们北方的那会儿有 王家梁 王家梁 这就是我们当时南北对抗赛的顶尖 交流的顶尖起手 冰七进一 在黑方 逐七进一 红方 居二进六 洪志选用的中炮过河局的下法 印象中这种下法呢 洪志已经在近几年起谱当中很少出现了 都不下了 都一般都散手了 是吧 一般都是下散手 所以我就说他们下的还是挺轻松的 就是我当着娱乐 交流 咱们就过一下这个 在居二进六的时候 在赵欣欣的棋谱呢 如果应付这种下法 最近出现的棋谱 基本上都是走马七进六 走马盘河是吗 走马盘河 如果红方在马八进七的话 他会走居一进一 这是当前比较流行的 原来比较流行的 像七进五 像三进五 这个时候呢 红方要是走兵五进一的话呢 黑方就继续走足七进一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这个变化 这变化也挺激烈的 在居二平四的话 黑方就继续足七进一 冰五进一拱 红方要冰五进一 对 黑方呢 足七进一再拱掉 红方冰五进一吃掉 黑方四四进五 然后平兵吧 先吃 冰四推一吃掉 这个时候呢 黑方走了个居一平四 黑方居一平四 这是他实战下过的棋谱是吧 他实战也下过呢 包括红队也下过很多盘 很多盘 经过大量的实战 其实我们通常都认为 这个局面 黑方也很有反弹力 之后呢 再摆两步 给我们看看 之后呢 红方会有 例如冰五平四的下法 然后他缓中炮 黑方呢 炮八平五 红方再补四 四六进五 接下来呢 黑方要是居八进六的话 红方可以冰四进一 进行强攻了 哦 这个应该说下的很多 这个时候呢 如果走炮五进一 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他可能炮八进四 过后再打中炮 这时候黑方呢 可以有气质的下法 对 这也是看脚的气魄 红方呢 可能冰四平五 黑方再炮二平五 这马不太好动是吧 对 但这个时候 不太好动的话 他通常有两种下法 一不动了 就是居九进二暗宝 居九进二 这个宝也是比较巧的时候 你如果吃掉 他炮八进七 闪击了 闪击一居花二了是吧 不是 闪击那就一居花二 你刚开始得了一个子了 刚开始得了一个子 这块一居花 那这黑子就 基本上就输了 对 这个不能被闪击 所以在走这个时候呢 黑方会有逐七平六 先送一个 先送一个的气 这样呢 他吃掉 这样呢 你要吃掉 那这个时候 黑方就可以上马了 他就吃了 那就完全不是一 你要再下去 我踩掉 你居九兵器 这个巧手 我就降我平四 这个铁门刷了 亲爱的朋友们 蒋大师给您买了一个飞刀 这个飞刀杀出去 就成高手了 是是 这比较经典的 会被很多人羡慕的 这个气谱应该记住 是的 其实我们在那个 那个局中密的气谱里面 就会看到很多经典的 这样的气谱 对 我们现在 我估计要是重写局中密的话 会有很多个这样的 飞刀陆入进去 是的 来我们看看 这个真不错 大家可以记住 我们不谈这个 用气谱去骗人吧 但是我们别被人家 拿飞刀飞住就行了 是的 对 所以 居九兵二 居九兵二是一个 居九兵二 但是它呢 红方还会有别的下方 我们再看一下 那就给其我们再摆一下 红方呢 有可能会浸泡 这个下方会浸泡 就不吃足嘛 就是这意思 对 浸泡的有可能的 黑旗呢 黑方呢有可能再走 居四进五之类的 这样 这样双方就纠结了 是吧 对 是 双方是 应该说红方也可战 但是黑方呢 也不差 这些变化 好 那我们这个变化就为大家摆到这里 我们又学了一招 回到实战当中去吧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赵欣欣呢 应该说平时啊 是这么下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红志平时也这么下 他也是喜欢嘛 七进六 居一进一 这种下吧 这能叫逗气吗 就逗 双方就是你下熟的 我也熟的 咱俩到底看看谁 研究的更深 对 他也有可能是这样 另外呢 红志因为他自己老下黑方 所以他对这个布局体系 黑方可能存在的毛病 他自己是非常了解的 对 一般骑手都是这样 我喜欢下这个的时候 我对这个有了解 我先后手都有了解 都能下 是 一般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 面对这个红志的过河局 如果我跟他走恶火机 赵欣欣有可能就马七进六 就已经起来了 但是红志今天跟他走 他也很内衡 对这个局面也很内衡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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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赵欣欣选择了泡八瓶九 平炮对局 老在高手就是这样 哪个棋都能下 拿起来就下 是的 我们现在就对高手的要求 就是你布局面要宽 就不能被对手准备上 就是不能有短板了 就是什么都得知道 对 不像是那个业余里面 我知道一招就行了 我就杀一片 对 是吧 所以这个高手的要求 真的是挺严格的 对 而且你稍微也不努力 出了个新棋谱 有可能就被对手给套上了 是吧 对 所以我看你们现在那个男子骑手的顶尖高手下棋 都是挺灵动的 对 都喜欢下到那个托普的里面去 是的 然后限去比较那个应对的那个应变能力 是 这盘呢 巨压平三 一压 黑方 炮九退一 这个棋谱呢 应该说也是非常正常的 太常见了 一个标配 平炮对局变化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选择了炮八平六 五六炮的攻防 除了五六炮 正马是肯定是最常见的 最正马 还有极尽中兵 极尽兵 还有马八戒九等等等等 是吧 是的 兵武精英这种极尽中兵呢 赵行星也自己也比较喜欢 估计这个也是在红志的赛前的准备范围之内 所以呢 他就考虑对方内行的我就不走了 所以他这一排就选择八平六 回避 有点回避 是 炮八平六 平炮 我都炮 炮八平六 我印象当中在最近的棋谱当中 出现的概率比较少 那他为什么呢 比较少的概率呢 因为炮八平六 黑方的硬法也挺多 此时呢 有居八进五的硬法 居八进五 居八进五呢 我准备吃兵 你要马八进七 我就吃兵 黄方要居九平八 我再出居 这样黑方是先吃的一个兵 我们认为呢 黑方也可战 你如果接下来居八进三的话 我可以走四进五 你再并五进一呢 黑方炮打居 但你居离开之后 我在炮平一对居 这样黑的还可以 黑的也可战 感觉上黑的还是制住了红旗 这个对对 整个的五六炮的阵型 对 另外除了此下方呢 就是这一盘旗的下方 更常见的 也比较常见 更常见的就是 居一平二 然后炮平一亮居 马八进七 这时候炮平一亮居 也比较常见的 反正这个女子里面常见的 我觉得最符合逻辑的下方 是的 接下来呢 黄方要跳马的话 黑方可以走四六进五 然后他怎么是不是有 居九进二的 对吗 你居九一亮有的 你接下来居九进二的话 他就打居 这样平 但你平居之后呢 我飞向 这样他 你要居九平八对居的话 我对掉 这样吃 打掉 这时候呢 我再走居八平六对这个居 那是逼对了 你如果对掉的话 逼对他不吃了 对 我出老将 这样残局形势判断一下 黑气也可战 接下来呢 我有炮一镜丝 勾着这个 对 马 红的稍微好一点 可战可战 这个棋完全可战 估计又奔合机去了 是啊 其实这个 居九平八 居九进二 居九平八 这炮五平八 这也是五流炮 一个常见的 一个简化手段 其实他是希望于 能通过这样的对居 最后把棋局走成一个 红方稍好的棋 对 他最主要是想立住 红方那个 马 河口马 是的 但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赵金金选择了一路 非常少见的变化 他是选择了 马三推五 这么推回来 你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是南北对抗赛 因为压力不大 我就走一招就得了 走一招 尝试一下新变化 对 尝试新变化 因为你这种新变化 是不可能到联赛里面 去尝试的 对 这一尝试 那数期输得太大了 对吧 对 我觉得是这新的 同样是退马 我感觉在这个时候 有退马 你马八进七没跳的时候 我居一篇没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有退马的变化 这样退马也是要打吗 这个时候次序就不一样了 这样他可以提这个了 你要吃掉的话 那我可以向三进五 那他居三平六呗 你居三平六 我马五进三 接下来有逐三进一的反击 那我平八吧 你要平八 我就走马五退三 你向那拖着去 过一会儿 我这个居不一定居一平二 居一进一了是吧 居一进一 再平过来 这样看上去你还凑合 对啊 这马倒的也还行 是的 那不让你那么倒 肯定是要走这的 走这我就马五进三了 这时候有逐三进一 那我在居六进一没意思了 居六进一我过话 马七进六踩起来 没意思了 你一会儿那样看上了 对 是的 哦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是真的想练练这马三推五 亲朋友真的想去退队马 出点新招 就这个时候退 这时候可以退 是 那这时候退 他不能炮五进四吗 炮五进四 打了的话 我踩掉 你再居三平五 那么我再走炮二平五 过一会儿 我这个居啊 可以灵活的 根据是居一平二 或者居一进二 我这么出也有可能了 哦 就是不用非得居一平二了 对 那样是已经出来了 对 是的 就是我比如说 我现在要 现在跳还不行 我马五进七 我先补一个 你要补四补下 那我过一会儿 居一进二 你有可能马八进七 我就居一平四 我就先站到这个地方了 哦 亲朋我们看到了 次序的改变 能让黑旗的居加快速度 好像 是的 不是特别死板的 非得要居一平二了 嗯 所以这个旗呢 像旗其实 嗯 老实说 讲的就是次序是吧 对 大家走炮二平五 你第一步走 他第五步走 可能就不是一个概念 对 所以次序真的很重要啊 嗯 是的 让我们看看 啊 反正蒋大师建议了啊 大家要 非得要去走这个 对 我建议是 先马三退五比较好 对 我们可以回去研究研究啊 哪天指不定是史上了 对 实在呢 他是出了居之后 他 跳马 这时候再退啊 啊 当然这个时候 红特大走的比较简单 就炮五进四 他也没有去走 居三退一哈 他觉得居三退一 可能相对 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 就像他炮二平五了吧 他炮二平五 炮二平四都有可能 哦 炮二平四有可能 这样黑棋反正下不打 你这一区不太好动 是吧 打居 你就得换炮了 是吧 那换炮了 怎么就往回了 是这一次吧 是的 所以呢 然后这边满一点弱 所以红 红特大就炮五进四了 炮五进四 就打中兵了 也行吧 打掉吃掉 虽然这炮二平五 平过来 红特是后手 但是红特阵型 还是比较扎实的 是 这时候呢 赵新新特大走的是 炮二平五 平中炮 同方是四进五 不是 嗯 他同样为什么 不补六路式 这个时候 这个刘大师就提出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 反正因为我居在这边 我感觉惯性 还是这条线压力大 是吗 是 他也同样的呢 你如果补六路式 他也可能会走 炮九平七 不踢啊 你不踢我是吗 他可以不踢 他可以炮九平七 那我不下吗 那我再打过去 这样就是 先制住一个闷弓 然后再马五进七 踢我 对 是的 所以呢 这边也有点压力 是吧 那我 那我 所以他补这事 那我还是觉得 补这事好 你还觉得 补这事吧 觉得底线有问题 这边空是吧 但是他有个马在这 应该说还能护得住 还能行是吧 这可能是认知 我这认知稍微差了点 另外不是 你主要是这个局啊 你随时准备 对的 对 这个局不再可能 那个 不太可出 G9平六 这个也是 这还能说服我 对的 是啊 有的时候是 齐民一较劲的时候 你得找一特别的 那个理由 来把它说服 是 那这个理由通过了 OK 好 所以他补的 十四进五 八五进七 G5平三 一压 G8进二 这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了 走到此呢 洪志特达 也走得比较简单 G9平八 对局 对窝居了 他对窝居 那么能不能跳马呀 跳马 他的意思啊 可能是 因为黑方的G在外面 我过会儿G始终出不来 那我马叔父啊 马叔父 那他现在一打 吃冰啊 你要吃冰的话 他可能就 G8进三之类的 G8进三 那你现在先G7平六 对啊 我G7平六了 对啊 那或者他 先补试呢 先补试 我是不是 那也没关系 我就不像呗 那你补像 不这个 但是你这个G啊 没有明确的位置出啊 我恨这样啊 这么出啥 那他总感觉G在外面 是吧 他明G啊 总是黑的一会儿 点点的 是的 我听明白了 这块呢 反正红G不如黑G好 这是肯定的 是 你尽管有线路也不行 所以这会儿呢 红奇选择一个G9平八对局 然后他吃了 吃了 吃过去 然后他踢了 我们给其他朋友 留一点时间啊 审下局 看看双方之后的工房 要点在哪里 然后我们稍后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 棋局呢 经过这个 一大系列的简化 红方呢 把窝居给对了 虽然呢 马往回跳了 部署上吃了点亏 但是呢 这个棋呢 总体来说 红奇的还是有多兵优势啊 对 我们看看棋局之后的发展 黑方接下来呢 肯定得打局了 这个是在必行 红方也走得比较简洁 局三平七 再吃一个足 这样已经多了两个兵了 黑方必须迅速反击 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接下来他有足七进一 过足的起了 红方补相 这实在不能补过这个了吧 补相的 补这个的好像这边薄了 太空了吧 他可以马八进七 魏华再马七进九了 我这个肯定是要花式相了 所以我说嘛 但是那样是刚才那样了 不一样了 你要是这样的事项呢 他有可能会爆七进一 压力也挺大的 在足七进一 我也知道压力挺大的 所以这个花式相都是被逼无奈的 对 是 在补试之后呢 这个手看上去啊 红方的阵型有一些弱点 所以呢 赵金就采用的比较 这儿 应该说比较积极的下法 他是实在走 G8平6 准备G6进6点下去 要不我也这样走 因为我觉得这花式相肯定有问题 对 那他没有办法 他踩进来的话 踩进来呢 他看他可能会G7平4 就是防守住这个位置了 这条道了 对啊 怎么进攻啊 毒也不能进 如果走这个 GG这进这有用吗 进这有用吗 那没什么用 就是啊 对 但这个时候呢 黑方其实可以走炮五平7的 这么强硬啊 嗯 我接下来准备彩相了 你就这么强硬是吗 对 彩相 大交换 你如果跳马的话 蓝筑你彩相了吧 就回 对 回去呢 感觉大纸全部回去 甚至我可以规划G8进8 对这样G8进8 比刚才那样厉害 嗯 接下来我就马7进6了 是吧 那他没有 他没有G4进2 你正好在我前面 我也跳这个 在我前面 是吧 嗯 挺厉害 这样有点齐啊 嗯 这个生猛还是挺管用的 红方肯定不可能退马 肯定会下马 那他就换了吧 那我就换了 换了 飞了 打了 打了 再打过去 这样一个 这样的形成应该说 黑方的G炮族 红方的少一个像 应该说黑方是军事 军事 就这少的 因为少的是像 挺大的 对 一会儿晃晃 指不定就出点什么棋 对 而且这个冰现在 我接下来可以打僵 是吧 你要退市 我就泡气冰酒 再下底了 对啊 这骚扰 一会儿这冰酒都没了 对 是这概念吧 所以有的时候 亲朋友在后餐局的时候 留棋子的时候 要留清楚 对 是 那这个呢 估计赵清清特达 还是把自己 这个局部的优势啊 估计比较 厉害啊 然后呢 他没有走 马八进七 那他 他也不行 他马八进七 直接走 就直接打了 直接走 直接打了 实在呢 他是选择了 G八平六 其实我觉得 G八平六看上去 也挺正常的 对 我也觉得漏G嘛 对 最主要是你还有点 对 但红特达这步棋啊 就是既跳马 又防住了这个点 你接下来 你要还是进G的话 他就马七进六 就这么保住了 没用了是吗 走空了 显然红方这步 黑方这步走空了 再踢呢 你再踢的话 他就G七平 我过来一打 你都没起 我就一打 你都得跑 是吧 所以呢 面对这个红方 马八进七之后 赵金星意识到 自己这个策略 应该说走空了 走空了 就是这个手段 切入的时候 切入的不够准 对 是的 这时候呢 他又没办法了 只能还走马八进七 那不一样了 那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那不是一概念了 昂特达就马七进六了 我就觉得这个棋 好像下在这块的时候 给我感觉就是 这马跳得太舒服了 是吧 是的 就马八进七 马七进六 就这么顺理成章 让他跳上去 对 然后这边没骑 我觉得红旗太满意了 这个地方 是的 那我听明白了 那转过来说 就是你的当时那马八进七 让他跳不起马来 对 是的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是的 这样听明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时候应该说 赵金星看到自己 从物质力量来说呢 少了兵 并且红方的这个G 实在太好了 太好了 在兵形线 对啊 随时杀兵 现在呢 他必须走G六 进三 去把红发这个马 给赶走 那G七平六先手吗 对 G七平六 这部棋 红特达又走得不错 准备杀四 这是关子 在这部棋呢 其实红黑方应该走 四四进五 他补的六路市 四四进五比较好 要我也首选六路市 要你也首选六路市 对 他不能赢着嘛 但是好像 因为六路市 他有个G六平三吧 对 还有这个 对 补六路市之后啊 红之特达就走G六平三了 就先手没办到呢 对啊 吃得像的 那这么看补四路市 还是好一点 好一些啊 对 这么看补四 对 是 是应该是这样 这么看他再走这个 就是后手了 对 是吧 那也差挺多的 但是这样 红队有没有 这样的 平炮啊 平炮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至少黑方 这个大指没被你简化掉 而你走四六进五之后啊 红特达就走得 非常大局观 非常强 就马上把局势简化了 就占优 这样够实了 要是那个事 就这样简化 不一定够实 对 背面那样可能就真的不够赢了 对 局面还挺复杂的啊 这样呢 黑方吃掉 红方吃掉 黑方必须躲向一躲 对 红特达又G3退2 这都走得挺清零的 反正就高居呗 吃兵呗 对 全是先手 这个局马炮没法攻了 是的 黑棋走什么 黑棋呢 走了炮五平二一闪 他是希望一打将 G4平三 G3平八 红特达当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G3平八 他呢又走了炮平 炮平四 炮平四 对 炮六平七 他这时候其实走了炮六平八 炮六平八 他G4平一了 炮六平八呢 他是如果炮六平七的话 你要飞向 对 他把你都补好了 补好了 他就炮六平八 过后又G8平七 对 实在呢 这部其实 超美好虚假 对 赵红特达是选择了G4平一 就必须走了 要不然拦不住炮了 对 是 这时候呢 红特达又走得比较简明 吃冰 他G8平一 吃冰了 对 这块其实的形式判断就是这样 红的多冰 对 然后守住了 是的 然后一会够简化就简化 不够简化呢 看看他的事项能不能破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对 对 全是先手 黑七G4平二了吧 G4平一吧 G4平一 他就直接吃这个冰了 对 对 红特达也比较简单 吃掉 要你你会落相不吃冰吗 不落相的话 它是这么想的 要落相的话 西底相 他不见得 西底相都不G4平二吗 同冰 有可能就是直接杀这个都有可能 那都多了很多的冰了 四个了 多了 现在剩下四个冰 接受不了了 对 而且这四个都吃不动 所以他给吃了 吃了 对 那这相也 相也不行 这个时候赵新英特达是 走了两步 抓了两步 他是炮七瓶罢 炮七瓶罢之后 这手 炮四进四了吧 红特达 赵特达是走了炮四进四 他准备是 要 G3退一提吗 G3退一提冰 他就想吃冰了 对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可能 是的 因为这个单向 这个G炮的配置 对这个单向还是挺夸张的 对 是 红特达这个手也走得比较简单 G1平七了 G1平七 我又吃相又保冰 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的会计的招法 这个时候主要是控制住节奏了 对 不难了 对 黑方是选择G3平二再一抓 所以有的时候 带红帽炮8平七 齐民朋友是这样的 齐民朋友下这种棋的时候 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方向哪去 然后有的时候给红棋 使红棋下的不紧 就松了 然后使黑棋又不知道从哪房 对 就有的时候这个后残局的这块挺交界的 是的 这个应该说也是要长期的积累 就基本功扎实之后 你就能知道什么棋是赢棋 什么棋是输棋 对 蒋大压说的对 这个一定是磨练出来的 有时候后残局你说像娇棋啊 什么的 他不太好直接说出来 他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实战 总结我这块错了 下次再摸点经验 是哪块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重要和不重要的地方 就在伯仲之间 差不了那么多 是的 要有感觉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黑棋能不能防住啊 能不能防住 聚二贫三 因为他老走这个也没什么用啊 可以常吃 常吃 并且你随时吃着象啊 对 所以他 所以黑方很希望把马倒回来 然后马六斤四 马四斤六 马赶紧投入战斗 这是黑方的想法 但是 那意乡情愿 对啊 同胸 最主要是那个象太难受 你要现在给他添个象 可能还能看 要添个象 那他还能下的 是吧 还能看 这里还有个象 所以你看这个相机中的这象 也挺重要的 是的 缺了以后太痛苦了 尤其是单象 他聚七推二了 聚七推二 他走的也比较简单 这时候我们要再马六斤四呢 他可以聚七平六 闪击了 这么闪击 得紫了 你要打底象闷弓 吃马了 吃吃 你平吃 那就得紫了 得紫了 那不行 是 他本身就是闪击 虽然闪不了狙吧 对 现在闪着各种 是的 这时候他只能退马 只能退马 那红方也走得比较简洁 一吃 对啊 太简单了 他聚要平三 泡七推二 退回去 黑方呢 吃回来一个 这个应该说 吃回来一个不够呀 吃回来一个 看上去也是不够 兵武精一 对 红方红志特达 确实选择了兵武精一 这看上去挺好的 再不敢吃 吃完这一逮就输了 对啊 你要不吃 我就游过去了 是的 对吧 对 但是你要不吃的话 过后游过去也是输起 对啊 游过去这中兵太快了 黑方呢 也只能硬着头皮了 我吃掉再说了 那他聚三 恐慌聚三平七 飞向 再聚七斤二 这样的话边向又丢了 这真的没难度了 这怎么守 对 是的 军马炮对军马炮双四能赢吗 没兵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能赢的 因为守不住 守不住是吧 一方有攻势 就是晃晃就晃得差不多了 是吧 对 是 黑方呢选择马五进四 他吃掉 在那炮四平三 拦住闷弓 这个下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吃兵了吧 吃兵 交换掉呢 不仅多了两个项 就意思是这样 如果没这个红旗都要赢了 没这个呢 红旗也是要赢 但是 但是黑旗有简化的机会了 黑旗还有换死的机会 还有弊队啊什么的 因为子儿毕竟在上面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小鱼 有这个是 太重要了 黑方对也不行 不对也不行 就尴尬 他这时候呢是选择了马四进六 这么去对 那接受了吗 接受了吗 对 红之特达这个又走得比较巧 他居酒平气这么跟你对 他不让你流泡 他本来是想的 你吃我吃啊 然后我拘炮 你也拘炮 对 那样呢 那要红的也要赢吧 红的倒也要赢 但是呢 毕竟他这个炮快啊 对 随时过一会儿 降五平六 炮三平五 那不如 那不如这样 对的 不如这样 那么换掉 吃掉 然后他一 接下来呢 还要拘七平三 压马的手段 他一会 这时候是黑方总 黑方的四五退六 就文攻 他一抓 他一平 他一抛弃进一 对 准备脱事了 对 这样他一脱事 他四五进六 对 然后这么一千 对 一千 走这个 这样就败了 那整个这个比赛呢 最后 这盘棋是北方队胜了 红志赢了 但是整个的赛季呢 南方队最后取胜了 红志应该说 是我们北方队 表现最好的一位 是吧 一样 我们这几位 有点不给力 造成了 最后还是南方队的获胜 是吧 对 我们也是想希望这几年呢 多看到一些南北对抗赛啊 来给大家做交流 做精彩的对局 对 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